当职业琴师 否则的话 几乎都不会去练这些东西 那现在现有的 C你们会了吗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你就不你不会的 就是C和弦你会 然后Cmina 注意啊 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思考 就这样 C和弦你会了 然后Cmina这样子 看到没有 Cmina 这Cmina 然后要养成习惯 就顺便练个Cmina 因为有Mina7 你弹个Mina 就多个7 都错不了 Mina 因为可以加个7 Cmina7 所以说 你会了这个 这都是以你们会的 这样 然后这样 Cmina7 当你万一7弹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 你最起码 Cmina你要会弹 就是中间这样 上去一个就对 然后F这也是你们会的 然后Fm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再上去 F Fmina是在这边嘛 然后这个Mina7这样子 那同样道理 我的意思说 就是说Mina的时候 你能练习一个 其实当你 这两个你会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后面都很像 就跟你 你这个会一样 后面都很像 Cmina Fmina 那同样子 这个是你们会的 Bmina7 就是Bmina是你们会的 然后呢 Bmina是你们会的 然后呢 Mina是这个样子 Mina是这样 2 3嘛 Mina这样 那Mina大和弦是这样 很容易的事情 你们先来 赶快来听一下 Cmina Cmina 不 Cmina-5 这都是你们会的 Cmina 然后C大和弦 所以以后你们啊 你们这样 你们这样 呼噜呼噜 这样会 会的 以后你又慢一点 然后这样 先按个C 然后Cmina7 然后再来 F是你们会的 Fmina7 B Bmina-5 就是这个叫7 然后再Bm 再来B大和弦 然后再来Em 这都是你们会的 然后呢 Em 然后呢 Em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这个手 小指这样上去 对不对 其实这个比较不符合 人体工学 因为手指比较短 你这个指线 所以通常呢 我通常呢 通常我都是 我这个 我当着Em的时候呢 我通常都是 都是靠左手这样 左手很容易上去 因为这种指线的话 等于说 同样都是有标准化的 所以你根本都不要动 就这样动 习惯以后 就直接就上去 直接就上去 然后这边的话呢 通常 通常我也是这样 这样子上去 这边的话 有时候你需要补这个音 我就用大和弦 就是一直行过来 所以说基本上 这样子 自己自己玩一下 每天这样子玩 然后再A A-是你们会的 对不对 都一样了 就把这个手指往上移 就变大和弦 然后 如果7 你不习惯 那你就暂时不要 你就拔这对 同样 D-Mine 这也是你们会的 上去 这样上去 那通常我都习惯 加个6度啊 什么的 随便你 你这个不加 可以养生习惯 这么一 右手真的下去 然后同样 G和弦也是你们会的 然后这样 G-Mine 都一样 你发现很久 然后再来 然后G-7 然后都是很相似的 C都是二子琴 C-7 然后再F 那F7 F-7 D 这是B-5的 顺便B的时候 就顺便练习一个Diminish B-Dimish 只不过加一个 这个手指而已 然后再来 E-Mine 也是一样 E大和弦 然后在A-Mine 当然如果7也可以 6度也可以 随便你 E很重要 E E的话 你自己要会 会这个 因为以后你A-Mine 的时候这个E E要大和弦 那通常你念这个 当你念熟了很快 那你没有念的话 你发现 糟糕 关子动一直熟了 就动了半天 然后A-Mine 也是一样 A-Mine A大和弦 那这都习惯 加一个这个六度都在这边 每只手指都一样 你发现指形都一样 然后D minor 然后D minor 7 然后G 然后G minor 7 再C 所以同学你开始练的时候呢 你就练两个和弦就好 这样C 对不对 动一下这个 C minor 你先练把这两个练手了 后面都一样 做指形都一样 可能容易的事情 好吧先给你们这个功课 回家练一下